慈濟基金会在江苏省的昆山市 有一座环保教育基地 今年夏天慈濟之工在这里举办了 亲子快乐成长营队 吸引了47组的亲子报名参加 有一个叔叔问我们是哪里的 然后他说这个江的 青岛 怎么从青岛过来 说坐火车 什么样的营队 让家长带着小朋友翻山越岭而来 把瓶盖也丢在脸盆 原来这是慈濟昆山环保教育基地 举办的暑期亲子快乐成长营 聚工让孩子透过资源分类 认识大地 认识环保 环保是什么吗 我觉得环保就是能让空气治疗会变好 让地球污染减少 感谢路边的小花小草 小朋友与老人家同场欢唱 这是迎对要孩子学会的另一堂课 孝顺 你帮爷爷捏好不好 健康长长 与陌生的爷爷奶奶相处一天 有孩子开始想起与自己最亲近的人 要孝顺我们爸爸妈妈 不能一大清早就乱发脾气 拜访完建老院 迎对顺势安排给双亲奉茶的活动 有孝也有泪 47位学员 今年暑假学会好多事 大约新闻真夏美志工江苏报道